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来跟大家讲一讲 如果你是一个新手小白 刚刚入坑公路车 那你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基础装备 好的 这里边基本上没有任何浮化的东西 都是我们很必要 并且性价比很高的 咱们一样一样说 第一点就是我们要买一身属于自己尺寸的 喜欢的骑行服 那这个是骑行服的外套 这个是骑行服 这个是排汉衫 这三点是我们骑行服里边必须要买的 尤其我们要讲到这个骑行服 骑行服顾名思义它是为了骑行设计的 它里面会有这种非常软的座件 然后有些品牌会用到硅胶 有些品牌会用到海绵 那这个跟品牌跟你的价位都是有直接联系的 很多人说我骑完公路车这个屁股疼 其实就是因为你没有选择的一个质量好的骑行服 所以说在骑行服上 其实我比较推荐大家去买一个比较好的骑行服 这个其实是我认为 性价比最高需要投入的一个装备 那说完衣服以后 我们就来说说鞋 如果说你作为一个新路坑的小白 你没有必要上锁鞋 你只有骑惯了公路车的这种体验以后 你确定了我真的喜欢这个东西 并且我的骑行环境 我的通勤环境 是能够接受我锁鞋带来的这种 比如说穿脱相对于我的休闲鞋会比较麻烦 然后以及在一些应急的状况下 它可能不如休闲鞋落地落地快 只要大家能接受这一点 我是非常建议大家上一个锁鞋的 那锁鞋对于小白的时候投入鞋也不大 像这款锁鞋就我就是一个省店的入门 可能只要600多块钱 第二点就是头盔 头盔这个装备 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尽量的把钱多花在头盔上 因为它这个东西毕竟是保护 达身这个生命的一个东西 跟大家强调的一点 就是我们确定这个头盔一定要是正品 千万不要贪图便宜 在一些什么海鲜市场 去买一些所谓的什么没有包装的产品 或者说所谓的什么二手货 最好不要买 而且头盔这个东西 新的和二手其实也差没有多少钱 所以大家在实体店 或者在这个品牌的这种官方的旗舰店 一定要买一个正品 然后也是根据预算 像这顶头盔的话 大概就在一千万左右 这个属于闪电中上等水平的一个头盔 然后大家如果说追求性价比 也可以买入门的产品 我记得闪电是有一款 四百多块钱的一个 带这个里边缓通系统 MIPS的头盔 大家也可以同心的去选 那这个东西其实可选可不选 它是戴在你先戴在你的头上 然后你再戴头盔 它是对头部出汗会有一个保护 同时可能有些女生头盔比较多 然后它如果直接戴这种戴透气孔的头盔 它有些头发会从这个 然后戴一个骑行帽的话 它会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不是必须的选项 然后就是手套 这个手套的话 大家也可以入手一个 也很便宜 从几十块钱到第两百也都有 它主要是对于你手掌和车把之间 增大一个摩擦力 我多说一句 这个手套其实是保护不了什么手掌的 因为如果说你在骑公路车 你突然发生摔车的时候 那个速度 那个冲击力 它这种手套 其实至少说关节 什么骨头是保护不了 它不像摩托手套 里边是有一些护具 这个骑行手套完全是软的 所以说它更多的是一个 增大摩擦力的这么一个作用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合适的骑行镜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近视眼 这个就非常苦恼 我们要配一个带有度数的骑行镜 那如果你是一个眼睛 不是近视的人 那就非常好选择了 从一百多两百多到一千多的骑行镜 完全根据价倍 来大家自己做一个选择 它也是很轻 而且这个面积比较大 它对眼部有一个防风的这么一个设计 然后剩下装备 我觉得大家是可选 像这个水壶 如果你做一个 然后一般的自行车架子上 有时候会带水壶价 有的车不带 那如果你买了这个水壶的话 也需要有一个水壶价 然后这个就是码表 这个码表的话 就是记录你骑行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你骑行的里程 你骑行的功率 然后以及你的最大的骑行速度 它能够记录你的一些数据 那也是有两种 像一种是通过GPS信号 一种是通过 它有一个小的双管器 安装在你车轮上 它每个弄一圈 会用这个原理来去记录你的车速 我比较建议大家去直接买个GPS的 因为它整体的话会很干净 它只有一台机器 然后这个东西从两三百 然后到两三千的也都有 完全可以看大家的预算 如果你是只是刚刚入坑 你想体验一下骑行的话 你买个两三百的完全够用了 因为基础信息其实都是有这种功能的 那马表买完以后 你要买一个马表架 就是它能够跟那个车把连在一起 然后把你的马表装上去 否则的话你马表是没有办法 装到这个冰车上的 然后说完马表以后 如果你经常夜骑的话 那需要你配一个尾灯 像这种尾灯的话 都是可以自己去做充电 然后各种档位的调节 它固定在你的这个后车座上 也是比较简洁干净 然后这样的GPS在后面可以停点 然后这个就是你的一个车前灯 然后它也是在你夜间骑车的时候 它会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照明 它也有各种的这种档位 那一般车灯 它是能够直接装到这个马表架的下方 然后上面装马表 下面的车灯 它一般是一体的 所以每一个这种转接座就OK了 好 最后我们来说工具 因为自行车上面有大量的这种螺丝孔 尤其是大家经常调节的 肯定是你的坐管的这个高度 那坐管高度上 是通过一个小螺丝来做一个调节 包括你的这个坐垫 大家有时候会微调它的前倾 它的后倾 然后以及它的整体的前后的一个距离 然后像高节版的话 大家可能还会调很多车版的数据 这里边就是会买一个这种最基础的 这种组合扳手就可以了 因为一般自行车都是这种六角螺丝 它很少有什么一字和十字螺丝 然后大家就买一套这个工具 大概几十块钱 就完全够用 那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打气筒 这个自行车 现在的这个车胎 其实它的气压会很高 我们传统的打气筒 第一是达到这么高的气压 第二点是你看不到气压 打了多少 然后所以我们就最好在家里买一个 这种带 吸压表的这种 因为所有的这个 轮胎上它都会有一个 建议你打的一个参数 像这个 它上面就写的是87到145 那我们就看这个表 那圈PSI的值 我们就能打到从87到145 这个区间它都可以 所以它是根据体重 来打轮胎的这个气压 那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骑行 刚刚入坑 我认为必须少的一些装备